我再三跟各位,我是不信任何教的。 我对宗教研究的结果只有两句话。 第一句话,人类只要有宗教,就永远不得安宁。 这是非常吊诡的事情。佛教就是劝人为善,叫大家要安宁,但是宗教的战争比谁都可怕。 哪怕是最温和的佛教,里面也是派系斗争,惨不忍睹。 第二句话,人类一旦有了宗教,你就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。 我问你,你有什么办法?你能禁止吗?你能改变吗?你能怎么样呢? 没有办法。这是人的无奈。 所以我劝各位,你可以做佛徒,最好不要做佛教徒。 你可以做基督徒,最好不要做基督教徒。 你看那个教,摆脱掉,不要那个教。 我是基督徒,我可以看佛经呢? 我是基督教徒,我就不能看佛经呢? 这个麻烦呢? 我是佛徒,我可以看圣经呢? 我是佛教徒,我就排测圣经。 人一旦有排他性,你就没有包容性。 你就只知其异而不知其恶。 你就走极端,你就偏道而离开了中道。 多少家庭,因为宗教而妻离至上? 我看得太多了。 我说得很清楚,我们很难要求一个家庭, 上上下下所有人都信同样的宗教很难。 你看这一点都懒了,那还讲其他。 就算很勉强,这一家大大小小都信同样的宗教, 信的程度也不一样。 那就吵架了。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,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。 人不是来信宗教的,人是来造就自己的。 我今天讲完以后,各位会发现我们有太多的观念, 基本上都是不正确的。 我们一辈子都在糊里糊涂当中,自己还不知道。